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待着这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这个俄乌双方继续开启互相轰炸的模式,根据新华社报道,乌克兰军方称乌全境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8日早7时许,乌克兰防空警报实时地图系统发布信息,乌全境陆续拉响防空警报,乌空军当地时间8日早7时许,乌克兰防空警报实时地图系统发布信息,乌全境 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导弹袭击,乌空军称啊,俄军图95轰炸机,图22轰炸机和米格31战机已升空,俄军还从克里米亚方向发射了导弹,哈尔科夫,克里沃罗格,扎布罗热,赫梅利尼茨基等城市发生强烈爆炸,此外,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防空火力当天连成在尼古拉耶夫州和奥特萨州 空域拦截了8架攻击型无人机,这个显然啊,俄罗斯大清早的半夜,举传国之力啊,向乌克兰全境发射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啊,使用的武器,包括俄罗斯现役的各种型号,循环导弹,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目的是要瘫痪乌克兰的这个整个的基础能源设施电网,让乌克兰供电中断,实际上也是为了报复乌克兰轰炸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给俄军造成的重大损失啊, 因为最近三周啊,短短的三周时间,乌军就击落了俄罗斯8架战斗机啊,新闻周刊文章评论中提到,乌克兰天空中出现了单发战斗机的伟计,而俄乌双方的战斗机于米格29,米格31,苏24,苏25以及苏27都是双发的,俄罗斯战机被击落并未得到任何官方确认,当然也没有否认,俄罗斯某些爱国电道频道上出现了几架 俄罗斯战斗机被击落的消息,然而并未得到证实,而乌克兰媒体公布,俄罗斯战机被击落的新闻配的是过去的照片,此时没有证实乌克兰战机的可信图片 即使俄罗斯战机被歼灭的事实存在,也不能证实乌克兰的确出现了F-16战斗机,这很可能是爱国者地空导弹系统设服的战国 至于单发战斗机的伟计,问题在于,假如乌军拥有F-16战斗机,很可能是低空使用,以避免被俄罗斯雷达发现,或被苏35,米格31或S-400导弹摧毁 此时在低空发现伟计很少,要在很低的温度条件下,显然乌克兰不具备 什么意思呢?说来说去,就是怀疑乌军用了F-16战斗机,摧毁了俄军的8架战斗机 1月8号,俄罗斯布莱安斯克州州长亚历山大·伯格马斯在其电报频道通报称 俄罗斯武装力量防空系统在布莱安斯克克里莫夫斯基区上空击落了两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 据伯格马斯介绍,基辅政权试图利用无人机发动袭击,但无人机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 伯格马斯写道,没有人员受伤,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感谢我们的防空分队 这是俄罗斯的惯用说法,至少说明乌军和俄军双方是在互相轰炸 1月7号,南方军区发言人胡美纽克说,俄军正向赫尔松增派金锐空降兵和海军陆战队 乌军在左岸持续行动,两个多月以来,俄军风暴罪,囚犯部队屡屡受挫 有迹象表明双方将在左岸展开大规模较量,目前俄方正在马里乌布尔、沃尔诺瓦哈和顿列斯克一带建设直达铁路链接塔干罗格和罗斯托弗 从而摆脱对克里米亚后勤的依赖,不过这个铁路已经被乌军给摧毁 现在俄罗斯加紧从罗斯托弗市往马里乌布尔和顿列斯克建设铁路 从而摆脱对克里米亚后勤的依赖,但是现在乌军重点是打击俄军在马里乌布尔的这段铁路桥 德国世界报称,乌坎从挪威收到F16后很可能很快就会发起进攻 从左岸的克雷诺克勃特保至克里米亚约60公里 改出版帅称,克里米亚仍然是俄罗斯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乌克兰士兵正在积极摧毁那里的防空系统和雷打战 这个最近啊,咱们也看到了乌军对克里米亚可以说是狂轰滥炸 乌克兰的这个风暴营导弹无人机,重点是摧毁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 雷打罚 把这个地下指挥所都已经给摧毁 那重点打击这些防空系统 恐怕是为未来 这个F-16去轰炸克里米亚 执行轰炸任务 创造这个前提条件 先扫清障碍 在赫尔松这 双方现在是越打越烈 俄军的一位善孝 在赫尔松被击毙 1月6号 俄罗斯空降兵装甲部队负责人 奥斯帕诺夫 阿尔曼托利格诺维奇山孝 在赫尔松地区阵亡 1月6号 这个奥斯帕诺夫山孝 抵达左岸附近 视察重组后的 第104空降师 在赫尔松地区的 哥萨克营地 抵达后 奥斯帕诺夫遇到了 一下情况 就是第104空降师的 一队军人呢 外出执行任务 被困在克林基附近的 一个阵地 需要营救啊 这个奥斯帕诺夫啊 指挥后援部队去营救 实际上就是 有一辆这个装甲车啊 在这个克林基附近啊 陷入泥塘 应该是这样子的 然后派出了救援的装甲车 去把那个车拖回来 结果那个拖车的 杭栏啊 断裂 然后这个士兵啊 就向指挥部 报告这个情况 请求救援了 这个时候 这个奥斯帕诺夫山校 自己主动出击 决定亲自运送 这个备用的杭栏 去这个救援 那个专甲运兵车 随后啊 在这个奥斯帕诺夫山校 抵达专甲运兵车 并开始 安装这个拖拽的杭栏后 这个疏散的小组啊 就是救援小组 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炮火攻击 空将兵装甲部队负责人 奥斯帕诺夫山校和 第104空将部队的 疏散部门指挥官 叫奥列克德三 阿纳托利约维奇 中士 单场胜亡 另有两名士兵受伤 这位空将军的装甲部队的山校 被炮火啊 单场给撕碎 从这个就可以看出 这个在赫尔松左岸 双方的战斗啊 是非常激烈 非常惨烈 不仅空战惨烈 这个地面战斗啊 也非常惨烈 由于前几天啊 乌军用风暴影啊 摧毁了克里米亚的 俄军的指挥所 现在传言啊 非常多 由于这个格拉西莫夫啊 已经有八九天没有露面 所以总有媒体啊 在说这个格拉西莫夫 有可能已经被乌军的风暴影啊 给炸死了 由于这个格拉西莫夫 正好这几天都没露面 所以这个谣言呢 总是在传 虽然啊 这个乌克兰的情报总局 还有乌克兰的空军部门 都说要核实 不掌握这个情况 但是还是有人在传 这个格拉西莫夫啊 十一八九天被炸死了 我看到一个现象 关于格拉西莫夫被炸死 假设是传言 乌军的总司令 扎罗日内被炸死 那么这个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 那一定是疯狂转发 疯狂重播 大家可以看看 在国内这个媒体上面 关于格拉西莫夫被炸死 这个传言呢 转发的比较少 看到的也很少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如果有心的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现象 这就说明那些支持 乌克兰反侵略的这些人呢 不太喜欢传谣言 或者就没有来源的 不去炒作这样的消息 虽然格拉西莫夫到底死没死 是不是在克里面被炸死了 这个都不清楚 但是不热衷朝这些没有来源的信息 不像这个小黄啊 不像这些鹅粉 你比如说 哈马南老师 你但凡这个俄罗斯媒体啊 只要释放一些乌克兰的谣言 比如说泽伦斯基辞职 比如说这个扎罗日内 现在投降 要跟俄罗斯的军方在谈判 等等啊 那哈马南老师 那绝对是开动 24匹马力啊 鼓足干净 去这个闯播 大肆闯播这样的谣言 关于这个扎罗日内 还有乌军的情报总局局长 布达诺夫 两个人呢 开颅手术 就已经被穿严 做了好几回了 在哈马南老师的嘴里面 这个扎罗日内 还有布达诺夫 都已经死了好几回了 这也说明这些鹅粉呢 这些小黄鹅 就一传这些谣言为乐 喜欢 所以两下一对比 你就发现了 大家看一看这个 关于格拉西莫夫 被炸死的这个热度 明显就没有那个扎罗日内 或者布达诺夫 被炸死的热度高 我们再看看 1月8号 这个俄罗斯卫星通信社报道 俄罗斯克里米亚议会主席 康斯坦丁诺夫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 就像历史上 属于俄罗斯的领土 必定回归一样 这个俄罗斯 伟克里米亚议会主席 康斯坦丁诺夫 又像是喝了早酒 酒是喝多了 他说乌克兰的解体 是不可避免的 就像历史上 属于俄罗斯的领土 必定回归一样 那照这么说的话 俄罗斯的领土 是不是回归的多了一点 它本来只有270万平方公里 现在已经到了 1700万平方公里 那这领土都是从哪来的呢 是叫回归吗 这是掠夺的 侵略的 然后他说 乌克兰的解体 是不可避免的 我怎么感觉 俄罗斯现在有一股 不振之风啊 俄罗斯的政坛 也有股不振之风 都在学习这个 梅德维杰夫 在指散骂怀啊 乌克兰你还怎么解体啊 你现在说解体的 那是俄罗斯 康丁诺夫表示啊 也许冲突将从热战 转变为更熟悉的冷战状态 然后西方就将 前乌克兰领土分配的问题 提出某种 我们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 乌克兰的解体不可避免 我相信 解决冲突的计划 应该规定 将历史上属于俄罗斯的领土 归还给俄罗斯 康斯坦丁诺夫认为啊 西方和俄罗斯之间 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方案 将取决于谁更有战略耐性 谁展现出更强大的国家实力 我觉得应该是比谁嘴硬 不一定要比国家实力 谁的嘴硬 谁就赢得了这场战争 康斯坦丁诺夫强调啊 在这场冲突爆发之前 西方集体的完全压倒性优势 似乎显而易见 但近两年的直接武装对抗 事实证明 整个西方自我吹讽的经济 以无力为所雇佣的 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弹药 正滑向衰退 而且乌克兰人 使西方雇佣兵和炮灰即将耗尽 美国政治人士明白 未来实现和平 乌克兰必须分割 将俄罗斯控制领土 留给俄罗斯 实际上什么意思呢 这个俄罗斯就是路径依赖 它那个领土啊 从270万平方公里 到1700万平方公里 它这900万平方公里 都是这么来的 先派兵 把那地方站一下 要么就是搞什么 自治 投票 公决 然后加入俄罗斯 要么就是独立 派兵先帮他地方控制住 然后要求停火 承认现实 可惜啊 这回俄罗斯啊 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 遇到了乌克兰人 所以这个俄罗斯人呢 梦马上就要醒了 俄罗斯号称第二军事强国 乌克兰这么弱小 它居然没能把乌克兰给吃掉 战打到现在 进退两难 它将顾及重演 逼乌克兰接受现状 乌克兰坚决不同意 要打就打到底 在陆地上 目前是谁也解决不了谁 但是在黑海舰队 在黑海上面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被打残废 打崩溃 四艘大型的登陆舰 现在只剩一艘 而且已经躲起来了 不敢出现 只要一出现 恐怕就被摧毁 俄罗斯通过黑海舰队 来认输 补给 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了 俄罗斯黑海舰队 大型的水面舰艇 所剩不多 所以说这个黑海舰队啊 现在是苟延残喘 有今天没明天 俄罗斯的空间军 大家也看到了 苏34啊 短短的三周 已经打掉6架 还有苏35 这个F16还没来啊 等到F16到了乌克兰战场 俄罗斯的空间军啊 恐怕全部要转场到 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因为在俄罗斯的边境地区 飞行啊 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很有可能被人摧毁 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 波罗的海舰队 什么离海舰队 等等啊 北方舰队 也只能万洋兴探 他也没办法进入黑海 所以这个俄罗斯的海军 空军 差不多都被打残了 现在就是陆军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俄罗斯人他嘴硬了 还要解体乌克兰 传人界都在讨论 俄罗斯的解体问题 所以说啊 这个俄罗斯人呢 这个康斯坦尼诺夫 这个什么议长 妥妥的啊 是个高级黑 跟那个梅特维杰夫一样 是指三骂怀 1月7号 乌克兰媒体报道 哈尔科夫州检察官办公室 发言人 邱宾科 表示 1月2日 但是这枚导弹外观和技术上 都不同于俄罗斯导弹 这枚导弹的直径 比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略大 喷管 定子绕阻等 也有所不同 这枚导弹可能是朝鲜提供的导弹 这个朝鲜啊 不仅给俄罗斯提供了 大量的过期劣质炮弹 我们在以前节目就说过了 这些炮弹 炸死的俄罗斯士兵啊 恐怕远远要 比炸死乌克兰士兵要多得多 因为他老是炸糖啊 老是自我爆炸在给俄罗斯炮兵阵地上的俄军士兵啊 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和这个困扰 那现在呢 很显然啊 俄罗斯从朝鲜得到了一些这个短程弹道导弹 并且把这些导弹用在乌克兰战场上 根据这个有媒体报道啊 这些导弹就是朝鲜 仿制的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导弹 所以他们长得很像 所以对俄罗斯人来说啊 朝鲜援助的这些山寨伊斯坎德尔导弹 只要能够飞离俄罗斯的领土那就算是胜利了 大家都长虚一口气啊 悬着的心放下来 只是他飞哪去了 炸到哪 这都不重要 总之炸中的都是军事目标啊 1月8号 白俄罗斯理想网消息 瑞典政府决定向乌克兰提供5000万克兰 相当于486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并向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各提供500万克兰 就是50万美金的军事援助 据称这些支持将通过北约的各种基金提供 将用于扫雷危机管理 网络安全和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5000万克兰将划播给北约乌克兰基金 用于已经做出决定但缺乏资金的项目 例如用于购买国防设备、燃料、医疗设备、扫雷设备等 这个瑞典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不遗余力 瑞典很快就要加入北约了 根据美国媒体报导 共和党和民主党可能在本周就边境问题达成协议 从而可以延续对乌克兰的援助 该报导援引共和党首席谈本代表参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 话说这个协议应该行得通 大家都期望它确实能够奏效 众议院发言人迈克·约翰逊表示 他并未受到关于参议员们讨论的详细信息 并拒绝就潜在协议进行任何投票 称其为假设性问题 据兰克福德称该文件必须首先在参议院进行投票 然后众议院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这个围绕着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这个美国的两党博弈也很厉害 但是大概率会通过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告诉乌克兰总统 泽勒斯基土耳其已准备好主办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会谈 并冲淡调解人 这个是土耳其驻华大使馆发的消息 官方消息 土耳其通讯局表示 埃尔多安和泽勒斯基在电话中讨论了地区和全球问题 尤其是乌克兰战争 埃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正在积极努力的制止乌克兰和巴勒斯坦领土上流血冲突 并确保永久和平 土耳其领导人补充说 乌克兰应尽快实现停火 并为和平敞开大门 他还表示 重组黑海粮食走廊 并使其投入运营非常重要 他将继续为此进行外交接触 土耳其是目前搁置的协议相关参与者 该协议容许乌克兰粮食运输通过黑海安全通行 尽管莫斯科在2022年2月下旬发动入侵后封锁了其港口 该协议由安克拉和联合国于2022年7月斡旋达成 但应莫斯科拒绝续约而终止 安克拉以加紧努力试图恢复这一倡议 土耳其将自己定位为俄乌冲突的中间人 而二端则是促进黑海粮食协议的关键人物 莫斯科于7月17日退出了该协议 指责西方阻碍了自己股污和化费出口 并在此后攻击了乌克兰的农业和港口技术设施 俄罗斯表示一旦有关俄罗斯的配套协议得以实施 他愿意重访该协议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咱们也说过啊 因为这个到了冬季啊 双方的地面战争相当于冻结了 就是双方也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都不是十分容易啊 天气太恶劣 装甲部队没办法激动 只能靠无人机啊互相炸 然后就是炮轰炮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就存在这种做下来谈判的可能 当然这个谈判它不是永久的 它只是一种策略 双方博弈的一个手段 就像2021年3月份4月份 在土耳其的斡旋下 也进行了五轮谈判 最后协议四回 实际上这个谈判都是一种策略 就双方各取所需 逮到这个明年天气好了 春暖花开 就接着打 因为双方根本就谈不成 俄罗斯啊 他要大家 要全世界承认 乌东斯科州 克里米亚都是俄罗斯的新领土 乌克兰怎么可能承认呢 所以双方的差距太大 当然尽管双方差距大 但那也有谈判的这种可能啊 再加上最近大国啊 外交部也表态 说希望政治解决乌克兰冲突 乌克兰危机啊 所以现在这个暖风平吹 加上这个普京啊 一再要求和平谈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有可能啊 双方在接下来时间 也有可能会进行虚假的谈判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关于这个黑海粮食走栏的问题 可以说这个对乌克兰来说 没有任何吸引力 因为乌克兰现在已经恢复到 这个黑海粮食协议之前的 那个运输水平啊 对乌克兰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俄罗斯的黑海警队都已经不敢出来了 乌克兰已经重建了黑海粮食走栏 而且它现在是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大 海陆啊 它就沿着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什么土耳其沿岸 俄罗斯是不敢攻击这些地方 因为这是罗马尼亚或者保加利亚的领海 你要攻击那就是相当于对北约宣战 俄罗斯没这打 再加上俄罗斯也没这实力 因为它的黑海战队啊 连基本的战斗执勤啊都已经做不到了 只能靠空军啊 空天军现在也被打成这样 所以说实际上俄罗斯它已经没有实力 去封锁黑海 所以乌克兰去年通过黑海这个粮食走栏 它已经用的比以前更多的粮食出来了 第二个罗马尼亚 它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直达乌克兰 现在正在施工 加紧施工啊 这样以后乌克兰的粮食啊 它就可以直接运到罗马尼亚的港口 在罗马尼亚转船 运完十街 所以这个黑海粮食协议啊 对俄罗斯没有 对乌克兰没有什么吸引力 只对俄罗斯有吸引力 所以说这个退出黑海粮食协议 是普京啊 搬起时候砸了自己的脚 大家还记得2022年 应该是9月份 俄罗斯进行了一轮这个军事动员 那次好像也是动员了十几万吧 俄罗斯的士兵 最近啊 有很多这些俄罗斯士兵 他们的家属联合起来 在俄罗斯的国防部外呼吁 呼吁什么呢 就是说这批动员兵啊 十几万人 二十万人的 已经一年四个月都没有得到笼换 一直在前线 所以他们希望 这些被动员起来的妻子和母亲 能够一起 他们能够听到这些家属的痛苦 他们要求他们的丈夫 他们的孩子回家 实际上呢 这些俄罗斯的动员兵 恐怕也有很多啊 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自己家乡 他们很多啊 都被打上了失踪的标签 那就是生死不明 下落不明 因为俄罗斯人 他们只顾着逃命啊 没有办法把战友的尸体带回来 这个重庆小伙赵瑞啊 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的尸体就留在乌克兰的那个战壕里面 谁会管呢 那个地方恐怕又被乌克兰给占下了 在扎布罗尔前线呢 双方向走马登上的 今天是你战 明天是他战 来回在那拉锯消耗 所以说这些俄罗斯的动员兵的妻子 母亲 他们恐怕也很难再见到自己的丈夫 见到自己的儿子 见到自己的亲人 这个就成了普京嘴中的耗财 如果他们被列为失踪人员 他们得不到任何赔偿 就像那个重庆小伙赵瑞一样 死了 还被俄罗斯的媒体污蔑为同性恋 然后是没有任何手续 跑到前线 那不成了随军妓女了吗 现在是死不见尸 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俄军啊 是不拿这些人 当人看的 切切实实的是耗财啊 好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